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是有赏 有小涨 但是没有用 我就跟各位讲 就是台积电很麻烦 台积电有可能害你 我没有骗你 害你没有卖股票 你如果一直看 如果一直看台积电跟指数 很容易做错 我们看这里 你看台积电 今天台积电是不是涨 涨20块 20块 20块就是 156点 台积电今天涨156点 联发科几乎没有跌 第三大圈子 红海盘中还涨 盘中还涨 收盘是小涨1块钱 涨了4点 然后富邦金国泰金这种前十大 他们今天是逆势抗涨 有小涨 包含前十大的台大电也涨 这些都是前十大 所以它影响指数 所以说0050今天也是涨 前十大股票 前十大股票 但是你注意看 你注意看 跌的股票还是比较多 可是这个是涨的 那就算是盘中涨了300多点的时候 也都是几乎是涨台积电 涨300多点 台积电收盘是涨156点 盘中它涨到948块 多了4块钱30几点 加起来就将近涨200点 350几点台积电将近涨了200点 所以你会发现 很多股票就稀里花啦的 像这个直接就往下跌 当然它这个是 这个是法人说明会有讲到 不是上一季的多少赚多少钱的问题 是讲到说它的量产会衰退 第三季本来就淡季 量产会衰退 然后NRE也会小幅的衰退 营收会衰退 毛利虽然没有退 但是等于是法人说明会 它释出的消息并不是正面 这样讲你就听不懂 就好像有点像日月光 日月光今天是止跌 但是上个礼拜不是也跌停板 它就讲 其实获利都符合预期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对于未来的展望性 尤其是消费电子这一块来讲 都拉货拉不起来 因为现在目前在拉的 比较旺的大部分都是HPC AI 那消费电子这个部分 手机部分 还有电脑通信部分的话 还没有完全 还没有完全拉起来 这个应该大家都了解 对不对 应该都了解 那我今天测票跟你讲说 高档先卖股票换钞票 当然就是延续上礼拜的讲 我们卖股票的目的是为了换钞票 把钞票保留 等股票 等要买股票 等要买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我们不是要退出股市 我们也没有要放空 除非大盘我可以 预估会跌5000点 否则我没有必要放空 因为我预估大盘就是两三千点 那老实说那两三千点不是跌了2500多点 为什么 你现在目前还没有说要 整个大盘要开始反攻呢 就是因为它的关系 如果今天台积电跌破了900块 我就直接跟你宣布 开始要抄底 不一定要买台积电 那我就说大盘的跌幅够了 如果你台积电不甘不脆 我会害怕 因为这种东西 这些股票 购买到一下子就影响三五百点 而且它会影响大家的情绪 你今天台积电是反弹没有错 上礼拜很多的散户都会去买台积电 我知道 他认为说台积电之前是1080 那跌下来变915块就便宜 它是比较1080 可是如果你比较500块上来就不是便宜 你看你眼睛是往哪边看 我觉得台积电一点都不便宜 一点都没有便宜 以前是蛮便宜的 现在台积电你说 获利今年获利40块 明年50块 这谁不知道 这还你要跟我讲吗 谁不知道 问题股票市场不是只有看EPS 哪有那么简单 股票市场还要看系统性风险 你在今天如果气氛好 状况好的情况之下 那本益比可以拉到三五十倍 如果不好十倍都没有 我可以跟你讲 一样赚那些钱 你在空头市场 你看很多股票都十倍二十倍本益比而已 甚至低于十倍 对不对 大家有经验嘛 那如果是一个多头市场 那本益比一样赚那些钱 一样赚十块钱 它可以拉到五十倍本益比 五百块 那如果空头市场一百块都没有 我跟你讲 一样赚十块 同样的一样赚 这个就是基本面嘛 所以我说 不要一直讲基本面很好 这一句话 因为你讲这个讲多了 你会 你会有迷思 会绑住自己 你会不卖股票 你会意气用事嘛 一直讲基本面很好 你会不卖股票 我没骗你 那问题股票有 有涨有跌 如果再跌 好债这一次的下跌 对不对 好债这一次下跌啊 我们不用说好债啦 我的意思是说 我认为这一次的下跌 不会超过五千跌 就是不会跌两成 两成就进入空头市场 指数跌两成不得了 指数跌两成很多股票要对切的 跌五成都不够啊 甚至跌到八成都有可能 指数我讲的是指数 那我认为指数不会跌两成 不会跌五千点 可是两三千点你要给人家 一定要给人家嘛 为什么因为它 涨得太夸张了 你看这个短线来讲 从四月中旬涨到这边 就涨了五千多点了嘛 那你这边要算一笔啊 这边啊 过年前过年前不是有 一七一五一吗 那一万七千多 那涨到这一条不用算啊 这不用还人家啊 这一条你涨这么多你不用算啊 这台多久以前呢 过年前呢 所以你要再何况是 往十月份来讲 所以这个涨幅短线来讲 涨幅实在是太夸张了嘛 你看啊用周K线来讲 我不是讲吗 周K线嘛 那乖离非常的大嘛 对不对 你看这连续涨 连续涨你不用回啊 连续涨才回一个礼拜 连续涨 这个还不敢不敢涨太多 这涨还比较慢 你K线都比较没有那么长你看 这边都要整理 这边涨的不是要整理嘛 这边涨到这边整理一个礼拜 这边整理一个礼拜而已 那这边为什么涨那么多贴 这里的算账要算这一条啊 这里的算账要算这一条啊 不是只有算这个而已啊 你要从这里算出来 这边赚多少钱你知道吗 所以你这边看的不能只有看这里 你要看全部 你涨得越多机器越高 那个整个人家整个长线的获利 是越来越庞大 那随便人家一卖 不会计较价格吗 当你股票赚了一两倍之后 你会计较到10% 20% 就好像我在卖股票 比如说我在卖这种股票 我们都赚了一倍我会在乎吗 我们买299涨到了800多块 这超过一倍半一倍多 没有两倍的一倍多 我会在乎说一定要卖到817或是800块吗 我根本就不会在乎 我随便就给他卖掉 两三个礼拜以前就卖掉 不是现在才卖 我不是现在才讲 大盘现在已经是 大盘现在跌多少 我是在这个礼拜叫你卖的 我是在这个礼拜叫你卖的 我不是今天叫你买 也不是上礼拜 也不是这礼拜 我是在这个礼拜叫你卖的 你也不要以为我有在开玩笑 你是我的忠实观众 你都明明很清楚 我是在什么时候叫你卖股票的 大家都好朋友 都先跟你说 你看我们卖掉的股票 好在联发科是非常优质的公司 落不着 但是卖的话可以卖到这个价钱 你不用说 我不用跟你讲说我要卖到1500 我买970而已 我买970的 我不一定要卖1500 要骗谁不会骗 我干嘛跟你讲我卖1500呢 我就没有卖1500啊 干嘛跟你讲卖1500块呢 为什么一定要讲卖到最高点呢 我之前测标不是都写了六档股票 有没有印象 写很久 这个我们这个录影 这个都有存长的 电视台都会存长的 你可以回去看 看是不是都写六档股票 一档就这个 算这么多 对不对 那没有写的 没有写上去的 太多档没有写上去嘛 这一档赚一倍 这一档也赚一倍 你看我卖了以后你看 跌了什么样子 我不是这里什么卖的 我在这边卖的 我也不用卖这边高点啊 我不是跟你讲三二股票 我们就买这两档吗 一档是旗红 一档是高利嘛 高利买一点 我们在买这两百二十几块而已 都翻倍赚耶 跑掉了 这两档测标我就没有写 写那么多干什么 但是你看年发科 我是不是天天写 卖掉了啦 好在它没有跌很多啊 这档我不是天天写吗 我不是跟你讲 我们买在1365 当然不是全部买1365 上来以后最高是1690嘛 我不用卖1690啦 卖在1600块左右 全部卖掉 都有讲 创意不是都有讲 有没有讲啊 有嘛 创意嘛 联发科嘛 是不是 还有广达嘛 广达 是不是 我在买这些呢 我又没有讲广达 我这整个成本是在199 拉上来的嘛 这过程当中啊 正来正去 我们还是一直叫你 叫你对赞股票有信息 如果还创新高嘛 算这一条呢 广达耶 测标不是写广达 有没有写广达 天天写 还有围影 你如果没有卖掉 它就跌成这样 我们从1500块拉上来的 你没有卖掉的话 剩下这样 有没有写 六档股票里面 有没有围影 联发科 我写的 因为不是每一档五股票都写 我已经讲过 股票不是只有六档而已 我超过股票不是只有超过六档啊 对不对 围影嘛 棉发科嘛 广达嘛 还有这个啊 这么强壮的台达电嘛 这个我们是买在295块呢 我们卖掉了 你看它不太跌 你看看这支股票 多少用就好了 卖掉以后 几乎是卖到相对高 卖掉以后滑下来 你看联发科 也相对抗跌啊 有没有 我学台达电 有嘛 这支就这支啊 大家最关心的啊 所以这支怎么处理 这支我没准备啊 我就跟你讲过啊 我跟你讲我没准备啊 所以没准备啊 你不是更丟掉的 这不是更丟掉的 这就是布局啦 我有钱啊 我股票 我已经跟各位宣布过 我卖股票我没有全部卖掉 我说我并不是一个说谎的老师 我没有全部出清 我就 如果我全部出清 我就跟你讲全部出清了 一档都没有 这个叫全部出清 可是我没有全部出清啊 我说我退出百分之七十的现金啊 一千万退七百万啊 一亿退七千万啊 那表示还有三成的股票在嘛 那是不是按照持股比例 按照资产配置 我就讲了实话嘛 那你我现在跌下来 好现在跌下来 我们我们的会员 以我们的会员来讲 我认为我的会员希望股票大跌 你不要开玩笑 我们有钱希望大跌啦 你不要以为我在讲风凉话 不然我那个钱要干嘛 我会员保留那个钱要干什么啦 要退出股市是不是 也没有要放空啊 当然希望大跌啊 像这种大跌不是很好吗 这不大跌不是就很好 啊这种大跌不是就很好 我们就希望它大跌啊 不是就很好 啊没有大跌我们怎么买呢 要跟我说 对不对 当然如果说老师要希望大跌 你听起来会不舒服嘛 你到底是大跌 那我们股票都没有人卖 你说大跌 我也没有卖啊 我也没有出清啊 我这样讲也是公平啊 我又不是出清说放空人 我讲大跌你的时候也很讨厌我 你干嘛讨厌我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说像这种股票 我一直叫你来找我 然后再上上下下 今天要跌下 不可以快啊 我跟你说 你就找我 我带你要什么样的点位去买啊 你不要乱买啊 比如说这涨上来 你三千块你不能乱买啊 你回到两千五百块 那不是很好吗 啊我们是看的是未来嘛 未来嘛 我们现在买股票是为了未来 就像我之前买的那些股票 低档买 那不是就未来就涨起来 有的翻倍在赚的嘛 那我们就是为了赚那个钱嘛 你这种下来对吧 酸原酸鱼又来了 涨起来又没有又要怎样 涨起来 等一下又酸原酸鱼又来了 测糖麦这些没准 没品没水准啦 股票起起落落对吧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有四星来吹我啦 而是四星今天有跌呢 四星今天跌是怎样 开高做地 就多少少去收到这些股票 这拍朋友 高这拍朋友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 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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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 他们的好朋友的创意的跌停板 不然他叫怎样 他也是开高做地啊 没办法啊 卖押就是这样 有的是滑下来 有的是当充客滑下来嘛 那没有关系嘛 那这个是机会 因为我们有钱嘛 那有钱啊 高档先卖股票 换钞票 那现在回下来 我们就是要等着要买股票 是不是要等有钱买股票 那当然跌越多越好啊 了解乖的意思吧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下回到基本线上 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贯通国际头顾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团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 华仲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带进 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贯通国际 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下 你会觉得说奇怪 因为今天日韩股市都涨 为什么我们跌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不甘不脆 给人家偷拉尾盘 你不晓得拉什么意思 我就讲一个简单 你上个礼拜 如果这个不要有引线 你直接跌到最低点 或者是想这个跌长一点 你就不会 今天就不会涨这样 不会开高走低 因为不甘不脆 硬要扯 硬要拉 硬要干预市场 所以我说主力 他会利用台积电 拉那中小型股出来出货 有没有 你说这支股票 我不是打压 我是讲 随便讲一个股票 你上个礼拜开地走干嘛 你没事搞这种动作干嘛 你这种成交量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涨 没有人要买 你当然今天就还人家 对不对 创意就不用讲了 讲这个就好 你开地走高干嘛 你才一千多张以上 你干嘛 你在玩什么把戏 你看这个都知道 拉高出货的 拉起来出货的 对不对 要会看技术面 很多的中小型股 都是这样玩的 现在很多跌停板的股票 那个有的开始跌而已 尤其是那个炒作的股票 没有赚钱的 只是题材在那边碎碎链的 没有贪钱 有的股票 你说今天的创意 四星这都是 这都是 这都是 都 摘货的股票 都炭级的股票 都炭很多 他们就这样下去了 有些股票根本没有赚钱 每天配合报纸媒体在那边渲染 又多 然后讲东讲西 你 掉你上钩 你上车以后 滑下来你跑不掉 乖 乖 乖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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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来你要注意一下 我就跟你说 有些东西我会跟你讲 你注意这种东西 这块有跌下来的 他第一大全职就这个 第二大全职这个 第三大全职这个 第四大全职 第二大全职是这个 第一大全职 第二大全职 第三大全职 第四大全职 第五大全职 对不对 全部都是IC设计股 总共50档 我说你 不知道 你去注意一下 那个ETF 跌下你反而要注意 那如果你这么喜欢台积电 跟联发科 你也不一定要买台积电联发科 你注意这种 别说我没跟你说 这种 这台积电第一名联发科 第二名的全职 两个加起来就超过五成 那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台积电 你注意这种 超过五成的 台积电里面都超过五成的 你自己去研究 不是台积电不好 不是台积电 你是要台积电 台积电板 今天起20元是很厉害 900多元起20元是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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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什么 你一支开几十几万 就趟两万块 你欢迎成这样 自己拚命 像那个是高档的股票 你干嘛去摸 你要跟我去研究 说什么股票跌下来有价值 我这样讲对不对 我们怎么买去的股票 哪一支 四里发辣 四里发辣 好够 这支最佣 我感觉这支最佣 当时我给你介绍这支 真的有得到 295 这支的有落下来 你不需要注意 明天就准备挑战低点了 那连续跌下来 我们卖掉1600块左右 现在滑下来 那你说我 我会不会注意这种股票 我卖掉的会员 是不是很想要把他马回来 那他等我的通知啊 这支也不是派股票啊 有什么好批评他的 或者是像这种散热股票 你高档卖掉以后你就等啊 等啊 等低点啊 你看这落下去 你看跌了 这只跌200块下来啊 你如果没得到我做 你的高利 你敢有卖掉 包含我在做短线的 你看我卖掉以后就滑下来 我这穿扶 我不是跟你说过 这个一样是受伺服器的啊 是不是 所以高档有先卖股票 换钞票 我们有钱嘛 你有听我的话 我相信你现在 目前一定是希望大跌嘛 对不对 如果你有卖股票的话 你是不是很希望他大跌 对嘛 如果你没有卖股票 你当然不希望他大跌 那观念就不一样 因为你到底手上是握有钞票 还是股票嘛 这种股票这样跌停板嘛 也没跌停板 差一点点嘛 对不对 滑下来 差一点跌停板 你如果高档有卖的 你怕他跌啊 你高档有卖的 是不是希望他跌下来 你才可以出手去卖回来 我说对不对 你这样说基本面要做什么 这些基本面 跟这些基本面 跟这些基本面 都同样 对不对 加入还有Telegram 193008 超级大赢家 我已经讲过了 就跟在我旁边 来吹我啦 废话不用说这么多 我们就有买股票啦 我们都有说啦 我们都有先讲啦 不是马后炮啦 满手现金啦 不要说满手啦 一大堆现金啦 我回完了 现在股票 越来越我越欢迎啦 我们要买啊 老师我现在报名参与你会员 我没有钱买怎么办 你把股票带下来 带来就是钱啦 股票就是钱啦 你可以不用买啊 等到未来反弹 什么时候要卖 我通知你卖啊 不然你要报上报下 还是怎样 你了解关于什么 要把握这个机会啊 我已经讲过啦 我再讲一遍了 你有手上有势心的 你提出证明 你有 你报名会员 对不对 三个月加三个月 那如果你没有的 没有这一档的 三个月加一个月 这分得很清楚 了解我意思吗 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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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